但是李玉芬是有可能跟你翻臉的嘛 但是家人翻產了 好像是不是把壓力宣洩在家人身上 有啊以前還不懂事的時候 不知道那種是壓力 只是覺得自己很不開心 然後回到家看到就是很不遂言的事情 就會指著妹妹說 你怎麼沒有收好呢 然後就開始劈發 可是到最後就是慢慢的就是知道說 其實這樣是不可以的 所以我現在跟她講話說 那你今天有沒有吃飯 就變很難 以前的那個樣子已經不敢了 又不見了 太好了 斑斑的成長了 不過呢 當然我們知道像剛剛提到西澈 是SM家族的這個韓國的藝人對不對 你跟SM家族的藝人太好 你有沒有考慮過宋米琴的感想 在書裡面也提到 這個來我們大家打開書啊 第18頁Open Book 在上課嗎 宋米琴曾經在SM辦過的 公開試鏡甄選活動 然後呢 然後試鏡之後 他們就再也沒有跟我聯絡了 所以你應該很賭來SM公司吧 不是沒有啦 真的嗎 你應該聽到西澈就翻白眼吧 沒有沒有 就是很想認識他們的主管 想要問他為什麼 沒有啦 我就是已經正面了 他們的眼光是錯的 漂亮 很有自信 不過呢 其實宋米琴也算是念力成功 小時候就想要當明星 就看著電視裡面想要變裡面的人 現在也真的就成功了對不對 然後呢 另外呢 他們這幾個人看起來都是非常漂亮 正妹 其實裡面有許多都是生活白痴 比如說像李玉芬 你搬家那個故事還蠻有意思的 很像智障 超級 請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剛搬家 然後就是要洗澡嘛 然後洗澡就裝熱水 就找人來開個熱水 然後呢就開熱水之後 想說可以洗澡了 然後就還是只有冷水 怎麼只有冷水 都只有熱水的狀態像是 想說不是 明明轉的是熱水扭 出來的都是冷水 對對對 然後就覺得怎麼會這樣 然後就打電話問朋友說 經紀人就說 為什麼沒有熱水 然後就說 你有裝熱水器嗎 沒有 那本來不是有的嗎 然後我就說 他說 我為什麼就是 在陽台會有 然後我就去檢查 我說好像沒有一個方琴的東西 然後就說 所以你沒裝熱水器 我說對 你以為就會有熱水 我以為就是打開熱水就會有熱水 是 就是 他根本這個家沒有裝熱水器 對 就是一個禮拜冷水 超可憐 才把它搞定對不對 你看這生活 都把那個心力貢獻在工作上面的